第2201集 他在见到加拉瓦公爵的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家伙和内城的贵族其实都是一路货色 甚至比后者还不如 毕竟西德老爷对如何使用手中的权力 好歹是有一点矜持的 比如不亲自下场赚筹码 但这家伙就差没把老子就是天 这句话给写在脸上了 现在对自己有多低眉顺眼 以后就有多蹬鼻子上脸 和这种伙计做买卖 一分钱都别想带回家里 退一万步 对于一个还在萌芽阶段的新兴市场来说 他也更倾向于投资一个有能力的人 而不是市场本身 而这家伙显然不是值得他投资的那种人 只是刚好手上握着一笔庞大的资源罢了 对于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完蛋的家伙 他更倾向于谈一笔短期的买卖 而不是长期的 然而 对于李斯特不为所动的态度 加拉瓦公爵却完全会错了意思 还以为是那个家伙又在丛中作梗 他的脸上渐渐浮起了一丝愤懑 低声说着 果然是那个人和你说了什么吗 李斯特愣了一下 隔了好一会儿才从他的表情看出了一丝端倪 这次却是没绷住地失笑出声来 加拉瓦先生 我希望您理解 我们的管理者并不是很在意 我们如何经营自己的业务 他比您想象中的要忙得多 如果在白象城开展业务 是有利可图的 我们自然会去那里 可别说是利润 我甚至在地图上 找不到那个聚居地到底在哪 说起来 他对白象城唯一的印象 还是来自幸存者日报某一期的专栏 上面转载了一篇名为红土的文集 种种迹象都能看得出来 那儿还是一个以庄园经济为主的穷地方 而众所周知 把商品卖给牲口 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将牲口变成人 那是管理者这类人的工作 总不能指望他这种 唯利是图的商人去做这种事情 他又不是避难所居民 更没兴趣做慈善 说起来 最近金家伦港发展得不错 当地受教育水平也有所提高 他倒是有考虑去那开个分场 比如生产一些南部海域迫切需要的 电池 轮机 逆变器什么的 但也只是计划而已 有太多不确定的风险让他不敢轻易地做出决定 加拉瓦公爵的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表情 但并没有就此气馁 他在心中安慰着自己 至少李斯特没有明确拒绝他 可能只是桌上的筹码还不够 还得再磨一磨 后半段的寒暄中 俩人都默契地再没有聊生意上的事 只是单纯地喝茶聊天 联络感情 虽然清楚这位公爵肚子里装着的什么心思 但李斯特倒也不排斥他联络感情 这也有助于他了解婆罗行省的情况 会面结束之后 加拉瓦公爵客气地将他一路送到了使馆的门口 直到他的座驾消失在了街角 才转身回到了使馆 而另一边 坐在斯加车的后排座位上 李斯特已经将加拉瓦公爵的事情完全放下 随手拿起了他的秘书 事先替他买好的最新一期幸存者日报翻了起来 头条是关于珊瑚城的报道 这棵位于南部海域的明珠 是最近曙光城最热门的话题 不少人为此专程订了去薯条岗的机票 打算在那儿坐潜艇过去瞧瞧 虽然大多数人只是将那当成了度假区或者旅游圣地 不过李斯特却清楚 那个地方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珊瑚城的建造 运用了大量从天庭号上回收的材料学工程学技术 那座位于海底的聚居地将成为联盟开发繁荣纪元时代太空遗产的桥头堡 联盟的科考团和生物研究所已经行动了下来 一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也在陆续跟上 如果能从其中挖掘到什么并将其开发成联盟社会需要的东西 他的事业毫无疑问将能够再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就在李斯特如此想着的时候 他忽然注意到报纸的第三页下方一条不算很奇眼的新闻 越族人抵抗军进入蒙马城并宣布对蒙马州的占领 与此同时蒙马州新当局发言人致电金家伦港幸存者日报编辑部 登报宣称蒙马州将是婆罗行省第一个废奴州 抵抗军领袖拉西表示会遵守联合会倡导的联合纲礼 并号召各地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帝国暴政 蒙马州那是什么地方 李斯特愣了一下 随即去找自己的平板打开世界地图瞧了一眼 最终在动物园省的右上角找到了这块土地 一条远比永流河短许多的塔桑河从蒙马州汇入婆罗海 而卓巴尔山脉的另一侧便是落霞行省的明珠 银月弯 这地方倒是挺不错的 李斯特呵呵笑了笑 轻轻摇了摇头 可惜了被一群土著站着 如果百月公司能更进一步就好了 他在心中如此想着 将报纸翻到了下一页 确竟下一页仍然是转自 幸存者日报金家伦港的蒙马州新闻 根据抵抗军在电报中所言 由于帝国军队炸毁了塔桑河河堤 导致蒙马州受灾严重 大批幸存者流离失所 抵抗军领袖拉西表示 抵抗军不会放弃蒙马州的幸存者 他们将竭尽全力救灾 同时也希望金家伦港各界有识之士 能够帮助他们开展重建工作 以及帮助抵抗军安置一部分流离失所的幸存者 与此同时蒙马州前州长巴姆特公爵 已于蒙马城码头区广场接受公审 并于当庭承认一切指控 炸毁核堤戏其个人主意 致使百万幸存者流离失所 受民怨沸腾影响 审判结束当日 抵抗军临时军事法庭 批准对巴姆特公爵执行枪决 另外被执行枪决的 还有八名犯下抢劫罪 以及六名犯下强奸罪的抵抗军士兵 金家伦港联合会秘书长罗杰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认为这体现了拉西整肃军纪的决心 目前关于拉西是否是一名合格的领袖 在金家伦港联合会内部尚有争论 不过大多数联合会高层持乐观态度 据了解 拉西此前是奴隶出身 在攻陷罗维尔营地时 也曾因手下士兵抢抢民女 而对涉事者执行枪决 一部分联盟人士曾批评 其做法过于粗鲁 而在此后 他明显有从批评中吸取教训 比如设立法庭以及救灾办公室等等 而这也是联合会高层 对其表示乐观的原因之一 根据本报编辑了解 此前过去两百年间 婆罗行省大小内战无数 攻破聚居地之后 纵容士兵抢掠是约定俗成的活动 就与河谷锦川越马诸省掠夺者 效仿变种人识人一样 而禁止士兵在攻破聚居地之后 烧杀抢掠 则是极为罕见的 这家伙有点意思呀 将报道看到了最后 李斯特的脸上忽然浮起了一丝饶有兴趣的表情 又将这新闻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越看越觉得这家伙不简单 其行为有很多拙劣的模仿 并加入了一些粗糙的改良 但抛开这些拙劣的手段不谈 这人比起他刚才见过的那位可要强太多了 而且这家伙身为越族人 打下来帝国一个州 可以说是戳到帝国的废管子了 天都一定不会放过他 为了维持和军团之间的平衡 联盟大概是不会干涉婆罗行省局势 直接出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而这个拉西想要在帝国的眼皮子底下站稳脚跟 就不得不死死地抱紧联盟的大腿 韩龙 发财的机会来了 看着面露喜色的老板 坐在副驾驶位上的韩龙微微愣了一下 不解地问 老板 您不是说婆罗行省没有投资的价值吗 抖了抖手中的报纸 李斯特淡淡一笑 说明你没有理解我和你说过的话 新兴市场值得投资的是人 而不是市场 因为这种地方起主导作用的一般都是人 一个蠢才当然不值得投资 但一个强人还是值得投资一下的 顿了顿他继续说道 这样吧 过几天你陪着钱多去一趟好了 钱多和钱来是他的手下 很早以前就跟着他了 他琢磨着也该放人出去锻炼一下了 韩龙闻言略微迟疑 可是您的安全呢 李斯特哈哈笑了笑 和南部海域的内战不同 越族人抵抗军进入蒙马城 远没有南海联盟进入北岛那般风光和轰动 更没有千栋废堵上任何人的神经 即便后者的面积连前者的一半都没有 曙光城电视台对此事件做了少量篇幅的报道 军团驻联盟大使班诺特 在看到蒙马城的事情之后 第一反应不是和盟友通电话 而是先拿起地图瞅了一眼 当他发现 那鬼地方在婆罗行省的东海岸 距离西海岸的西藩港隔着好些个州 远在军团文官集团的势力范围之外 顿时便将这事情放在一边懒得管了 紧挨着蒙马州的驼峰王国倒是紧张了一下 主要是担心大量的流民涌入王国境内 驼峰王国的王庭是开明神权君主 但再开明 那终究也是神权君主啊 他们能容忍银月教会对原教旨的心结 也能容忍一些异教徒的商人 带来他们喜欢的珍宝 甚至能容忍联盟在银月湾派遣部队驻扎 毕竟那是他们自己求来的 但他们无论如何也容忍不了 异教徒跑来沙海之灵的地盘上要饭 在这一点的立场上 银月湾的商人贵族们和王室出奇的一致 毕竟那帮要饭的如果进入驼峰王国的领土 银月湾就是他们的第一站 多家本地的商会立刻行动起来 主动联系上了抵抗军的首领拉西 表示出于对他保护教堂的感谢 愿意以救灾的名义 向他提供一笔一千万银币的无锡援助贷款 一听说有这好事 拉西当即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甚至在蒙马城外 给那帮神棍画了一片教区 在教区除了需要遵守当局的法律之外 不用交任何税 银月湾的居民可以用自己的办法 在那随意地折腾 那里本来也是一片荒地 放在那闲着也是闲着 倒不如扔给那群热衷于殖民的 银月湾教徒去开发 反正银月湾的居民和婆罗行省的居民 混居那么久 当地人对那些会做生意的猫奴们 也不是很排斥 等他们开发好了 他再琢磨琢磨是收回来 还是标个价继续租给他们 至少在他看来 这些都是可以谈的 就在拉西当局在蒙马州一边 趁着蒙马州闹灾阔军 一边借着洪灾四处要钱 又一边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的时候 帝国这才猛然反应过来 自己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图上缺了一大块 天都宫廷内 乌陀火速召集了自己的大臣们和心腹们 在议事殿内闭门商量了起来 中官员们急得抓耳挠腮 七嘴八舌的争吵 却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来主意 终于看不下去了 狄立普亲王上前一步试探着问 要不择令 鸟马两州地方军分西南两路 向蒙马州方向集结 越族人抵抗军在蒙马州根气未稳 再加上当地受灾严重 只怕我们的军队一压上去 他们自己就土崩瓦解了 尼哈克文言心中一惊 不等乌陀开口 连忙上前一步建言 原本听到狄立普亲王的建议 乌陀还琢磨着要点头 这一听到尼哈克的声音 顿时又惊出了一身冷汗 暗道一声好险 看到乌陀脸上的表情变化 尼哈克手心情不自禁地 捏了一把冷汗 暗道得亏自己叫得快啊 这烧慢了一点 这事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顿了顿 他不顾狄立普亲王的不悦神色 低着头继续说 陛下 蒙马州是小事 我们千万不可自乱了阵脚 若是让婆罗行省十三州 纷纷效仿虎州 暴州 拥兵子重 永留河两岸 恐怕将狼烟四起 婆罗行省 怕是将在线一百年前的乱局 那你说该怎么办 迪立普亲王不悦地看着他 继续说道 难道我们放着蒙马州不管 必须得管 尼哈克抬起头 目光炯炯地盯着乌陀说 但眼下这情况 只能由中央军出手 我们需要一场胜仗 让敌方看到我们的力量 顿了顿他又说 让阿赖扬赏吧 大殿内一片哗然 一众官员的脸上纷纷浮起错愕的表情 看着这个被联盟官傻了的家伙 请阿赖扬出马 那不是又重蹈一次金家伦港的覆辙 听到这句话 就连坐在高位上的乌驼也皱起了眉头 不等一众贵族和官员们抗议 狄利普亲王先站了出来 瞪着和自己唱反调的尼哈克公爵说 哼 那家伙不过是联盟的手下败将 怎么可能是拉西的对手 尼哈克公爵沉声说 正因为他和联盟的人交过手 他才知道该怎么对付联盟 狄利普亲王刚想抬杠 那自己也说过为什么不让自己去 但很快又想到 这等于是把自己给搭了进去 于是又仗红了脸改口 换了个角度挑毛病 可是如果将灰狼军 从金家伦港边境上调走 岂不是让蒙虎军和黑豹军 控制了整条边境线 尼哈克公爵痛心疾首地说 现在让他们留在那儿 和调走有什么区别 军团给我们培养的军官 全都被那些吃里爬外的家伙 腐化光了 倒不如趁这个机会 将剩下还效忠于我们的人 调去北边 至少把蠢蠢欲动的 马州和鸟州压住 狼族人是帝国最忠诚的战士 作为中央军的灰狼军 更是唯一对天都 绝对忠诚的异性军队 至于地方军 他们已经成功用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靠不住 除非等帝国腾出手来 把蒙虎军和黑豹军 这两支军阀给收拾掉 否则现在动用任何地方势力 都是火上浇油 听闻尼哈克的话之后 乌陀也陷入了沉思 虽然在对外战争上 他是个外行 但在帝国内部的事务上 他还是有一些见识的 第2203集 就按尼哈克公爵说的做吧 把灰狼军调去蒙马州绞匪 另外 狄利普 你去一趟马州和鸟州的州府 告诉当地贵族不必心慌 只管负责灰狼军补给一事 狄利普亲王虽然心有不甘 但陛下的命令已经下来了 也只能点头领命 遵命 见陛下没有安排自己的任务 尼哈克公爵忍不住开口 陛下 我也可以为您分用 自从金家轮岗回来之后 他已经闲了好一段时间了 作为一个空有头衔 没有封地的公爵 他若是再这么闲下去 只怕这宫廷里 都没有他的位置了 见尼哈克一脸急切的样子 乌陀却不着急 只是慢条私理地说道 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我要你坐船去一趟南部海域 把之前我之前收的那个贷款的事情办妥 尼哈克愣了一下 没想到陛下在这里突然说起南部海域的事 脑袋不轻一时间没有转过弯来 尤其是最近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 他本来以为陛下都已经把那档事给忘了 却没想到他还在琢磨着 可是陛下 你在当前 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合适吗 乌陀不在意地说道 闹匪患是塔桑河 离永流河远着呢 况且一群草寇 只是皮肉质养 不足为虑 当务之急 是把那个什么经济搞一搞 蒙马州又不是越族人占多数的州 更何况 婆罗行省全境的越族人都被他给惊喜了 还有活着的 也是活在农场或者奴隶营地里 他虽然焦急归焦急 但打心眼里并不觉得 一直由奴隶拉起来的抵抗军能掀起什么大的风浪 而且 最近他多少也体会到一些有钱的好处呢 尤其是当他看了加拉网那家伙 拍的理想大酒店的照片之后 心中更是极度的发狂 他的宫殿虽然是浮空的 但和理想大酒店的高度一比 仍然矮了太多 也难怪威兰特人对他的宫殿不以为然 等以后帝国有钱了 他也要让理想城的人来这儿 给他盖一座能摸到云彩的行工 不过 饭得一口一口吃 这墙角也得一点一点的挖 他可以趁着海牙行省的天堂之战还没打完 从联盟暂时顾不到的南部海域下手 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联盟又不是军团 那个管理者好歹说过要结束什么废土 总不可能因为他在那做一点小买卖 就把士兵派过来吧 等帝国成为了南部海域最大的债主 那什么南海联盟就是他乌陀的狗 就算联盟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把心中的计划讲了出来 乌陀的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笑容 一众官员们也是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纷纷称赞陛下的英明 只有财政大臣的笑容有些耐人寻味 或者说带着一丝有苦说不出的委屈 婆罗行省虽然幅员辽阔 但要养活的嘴也不少 他寻思着 借西兰弼给南部海域 确实是一个解决水泥滞销的好主意 但这个借法多少有些衣葫芦画瓢了点 万一人家要是赖账了呢 帝国是能把舰队开过去敲门要债 还是境内有南海联盟大笔的投资 可以抵债清场 到时候怎么处理这笔坏账 怕又是一个大麻烦 人家乐意搭理倒还好 把那的珊瑚标一串零抵债了 也算让双方面子都过得去 若是不乐意搭理 想来也只能由债主这边豁达一点了 就在帝国为镇压越族人叛军 而行动起来的同一时间 远在南海联盟的临时总统李明辉 正为劳工短缺而发愁 如今已是十月底 北方诸岛的重建工作 已经进行了快一个月 然而由于人手不够的原因 一直进展不顺利 百岳公司的建筑团队 主要负责北岛海军基地 以及洋流发电站这些工程 但需要重建的何止是这两个地方啊 也正是因此 南海联盟遇上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虽然他们的技术储备多到令人发指 而且也不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 但却严重缺乏能干活的劳工 就算自动化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 那也得等到洋流发电站 和各岛屿的先进生产力 彻底恢复之后 说白了 原水解不了尽渴 眼下他们需要的不是博士和工程师 更需要的是数量庞大的打灰人和搬砖工 他们甚至不需要这些人识字 只需要能听懂人连语就行了 最近薯条岗打开了 从金家伦港到百岳海峡的移民通道 他正琢磨着 南海联盟是不是也该吸引点移民过来 不过这其中的问题也不少 南海联盟的代表会 远比联盟的代表会要排外得多 对外来者的不信任 也算是岛上居民的天性之一了 包括最亲联盟的环形岛 一直都反对外来人口迁入 至于对本土的幸存者迁出 则是一点也不在乎 如果他在这时候 强行通过放宽移民门槛的法案 虽然长远看来是有助于 南海联盟的战后复苏 但一定会和南海联盟的幸存者们 站在对立面 也一定会站在代表会的对立面 何必呢 他掰着指头一算 自己这临时总统的任期 也没几个月了 就等着天堂之战 什么时候打完了 刚刚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李明辉现在只想在剩下的任期内保证不犯错 最后以英雄的身份交还手中的权柄 完成英雄史诗的最后且最光荣的一夜 接着安安心心地当他的海军司令 直到彻底到了退休的年龄 以后有仗打的时候就上 没仗打的时候就喂喂海鸥 炸炸鱼 闲了就去薯条岗的酒吧 整点小酒吹牛 他这辈子已经够精彩的了 而查拉斯那孙子 一辈子都别想听到酒鬼们吹捧他的功绩 那家伙现在如果还活着 一定会极度地发狂 李明辉左想右想 终于是想通了 自己好像真没必要 在任期的最后那点时间里愁眉苦脸 然而就在他终于想通了一切 打算把手中的报告扔到一边 把眼前棘手的问题 全都抛给后人的时候 办公室的门口却是响起了敲门声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红茶 李明辉坐直了身子 清了清嗓子 请进 门推开了 进来的是他的政务秘书 总统大人 有人找您 李明辉的脸上 做出一副很关心的样子 食指在桌上交叉 谁要找我 有什么事情吗 看这位南部海域大大小小事务 兢兢业业操劳的总统先生 那位秘书神色恭敬地说道 是蒙马城当局的代表 他说可以解决您的燃眉之急 蒙马城 李明辉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伸手去拿百月行省的地图 想看看联盟什么时候 又在他家门口写了个新菜谱 然而站在办公桌前的秘书健壮 却是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小声提醒 是另一张 南部海域北岛 扇着翅膀的海鸥 在建筑工地上空咕咕咕地撒欢 把鸟屎扔得到处都是 被喂饱的不只是北岛的居民 由于登陆海牙行省的作战即将打响 大批玩家涌入北岛 岛上的各种鸟儿都被喂得标肥体壮 一些甚至都胖得飞不动了 注视着工地上一张张形形色色的面孔 善战的狼两手处着铲子 表情古怪地说 是我的错觉吗 正在打挥的导管的狗抬头看向了他 啥 善战的狼摸了摸下巴 嘀咕着说 我咋感觉和咱抢生意得人变多了呀 原本这工地上也就三十来个人 除去他和三个土木兄弟 NPC还不到三十个 然而这几天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工地上人数蹭蹭蹭地往上涨 不知不觉翻了一番又一番 眼看着都上两百了 在现实中这人数倒是正常 但问题是 这是废土翁赖的南部海域 总人口也就一百万出头 这鬼地方哪来这么多人呢 不是错觉 远近的鹰眯了眯眼睛 淡淡地说 战争结束了 理性分析应该是爆发了婴儿潮 婴儿潮导致人口增加 没毛病 导管的狗说 卧槽 你家婴儿长大这么快的 脚屎的棍沉默了 虽然几个玩家想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但有一说一 这些天北岛的人确实变多了 不只是工地上 还有码头 以及超市和餐厅等等 这些人就像是凭空刷出来的一样 而且大多都是些生面口 抛开那瘦不拉击的体格 和畏畏缩缩的眼神 这些人倒有些像是 落霞行省一带的居民 听早期进游戏的老哥吹牛说 落霞行省 不少幸存者都是废土纪元早期 从大荒漠迁徙出来的 当然 那时候大荒漠还不叫大荒漠 应该叫 东南西北四大工业区 实在是好奇 这些NPC是从哪冒出来的 善战的狼 在一众损友的怂恿下 走上前去 拦住一个人问 嘿 你们是从哪来的 那男人明显不想搭理他 但又不敢得罪人的样子 吱吱呜呜了一会儿嘟囔着说 猛马洲 善战的狼愣了一下 猛马洲是哪儿啊 男人解释着 葡萄行省 善战的狼懵逼地点了下头 男人没有说话 急着去搬砖 借过了一声之后 就匆匆地走了 善战的狼也没有拦着他 只是目光顺着 那个勾搂的男人 看向了远处的那一群人 他们的容貌 虽然各不相同 有年轻的 有老的 有俊俏的 也有丑陋的 但气质却出奇的一样 他想不出来该怎么形容这些人 只是下意识地 想到了牛 这是最离奇的地方 他记得牛族人 应该是婆罗行省的贵族 然而这些人 却比牛族人 更像驼日的神牛 他们的脖子上 好像套着一根无形的绳索 背朝着烈日 没有人牵着他们 但所有人 都好像被牵着鼻子在走 站在不远处的棍兄 叹了一口气 把矿工外骨骼拖了下来 走上前去 拦住了一位年龄 有些超标的人凶 老先生 你这搬砖搬得太累了 穿我这装备搬吧 他来工地上 倒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混地区声望和贡献点 顺便刷刷力量序列的经验 以及社会实践 这是废土online的游戏机制 在很早以前就定下来的 当玩家想要利用VM 以及依附于VM的各项机制 在某个地区开展活动 就必须从一些深入基层的任务开始做起 把地区声望刷到一千以上 当然是指友善的 被突然搭话的男人有些不知所措 连忙推辞说 我 我不会用 寻思着好人做到底 棍兄热情地说道 没事 我教你 不不不 大人 我怕给您弄坏了 我真赔不起 男人一脸诚惶诚恐的表情 死命地摆着手就是不肯接下来 没事 这玩意儿又不贵 就两千银币 用坏了就算了 我正好换个新的 棍兄打开了VM的翻译功能 笑着把这番话 用不标准的人连语又说了一遍 男人文言却是苦笑了一声 没有说话 两千银币 他干了一个月也才一百多 不过即便是一百银币 也要比他在蒙马州耕地的时候 要好多了 在贵族老爷的庄园里耕地 也就粮食多到卖不完的时候 才有豆子吃 平时少说三天也是要吃一顿土的 这儿的人不但管吃住 一天还只需要干八小时的活 这一百银币 他可以全省下来寄回家里 听说一些手脚勤快的小伙子搬得多 一天能赚五到八银币 一个月搞不好能拿到两百多 两百银币就是两千加轮 哪怕放到金加轮港都是高薪了 更何况 这吃住还不需要自己花钱 一想到家里的那几张嘴 他便不再和这个一看就没安好心的陌生人浪费时间 匆匆说了一声借过 便走去搬下一趟了 有时候命运就是如此的奇妙 一个看起来无解的问题 想破头了也想不出解决的方案 最后却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蒙马州吗 真是个好地方 等以后蒙马州和南海联盟的贸易关系建立起来了 或许南海联盟还真可以考虑投资一下那里 李明辉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本来都打算摆烂了 结果这还没开始打瞌睡 就有人把枕头递了过来 而且一递就递了十万个 这些来自蒙马州的青壮年劳动力 都在18岁到30岁之间 而且都是已经结了婚的 家里至少有两个孩子 有的还有老人要养 蒙马州当局向他承诺 这些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过来干活的人 绝对不会乱跑 更不会犯罪 而且干完活拿了钱就走 绝不占南海联盟一点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 唯一的要求就是 希望南海联盟提供运输这些人口的船只 以及得负责对这些人员的培训 换而言之 他们只负责出人 以及对人的管理 李明辉一听还有这好事 当即一口答应了下来 甚至把刚刚下水的核动力货运潜艇 都给调过去拉人了 截止到现在 已经有五万蒙马州的劳工 在南海联盟务工 北方诸岛的工地就像插上了火箭一样 蹭蹭地往上涨 虽然他不想在剩下那点任期里干太多多余的事 但这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便宜 他要是不减 那也太对不起那些支持着他的南部海域人民了 不过让李明辉没有想到的是 即便如此 他还是被南部海域的代表会给找查了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他正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 外面的走廊突然便登登登地传来脚步声 他刚把手中的报纸放下 代表会的秘书长斯文便推门走了进来 瞪着他的鼻子说 北岛工地上的那些人是怎么回事 南海联盟的代表会和联盟差不多 除去一般代表之外 还有个代表选出来的委员会 而秘书长一般代表的是委员的一致意见 李明辉虽然不喜欢这些吵闹的家伙 但法律毕竟是他们说了算 还是不得不提起重视 解释说道 那是蒙马州的难民 蒙马州的难民 为什么会出现在南部海域 斯文盯着他的眼睛 咄咄逼人地说 代表会没有通过相关的决议 你怎么能擅自做决定 李明辉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而是反问 代表会有禁止劳务派遣吗 斯文皱了一下眉头 不知道他这贝壳里藏着什么象拔棒 但还是照章办事地说道 没有 李明辉继续问 代表会有禁止联盟的企业来北岛干活吗 斯文不耐烦地说 没有 你到底想说什么 难道那些家伙都是联盟的人吗 那注册在薯条岗的劳务派遣公司 向北岛派遣了一万名劳工有什么问题啊 李明辉的脸上露出了图穷笔线的笑容 看着木凳口袋的斯文摊开了双手 这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如果我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你们又要赖我滥用手中的权力 抱歉 我可不会那么傻 或者你们回去商量一下 再重新规定一下 劳务公司派遣员工的身份 但这是你们的事情 一个不能也没兴趣连任的总统是无敌的 看着一脸吃扁说不出话的斯文 李明辉心中别提有多爽了 这帮玩意儿仗着背后有联盟撑腰 无法无天习惯了 总是有事没事找他查 他以前想当查拉斯的时候 他们天天防着他 现在他不想当了 还隔三差五对着他巴巴巴 这次他总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 让他们在自己的主场吃了一回笔 还有事吗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李明辉好整以暇地看着 憋不出来一句话的秘书长 调侃了一句说 要不你们回去开个会商量 斯文狠狠瞪了他一眼 正要转身离开 办公室的门外却忽然又来了一个人 不过这次不是代表会方面 而是总统府的秘书 见到门开着 那秘书便静止走了进来 看着坐在办公室后面的李明辉 语速飞快地说道 总统先生 来自西兰帝国的尼哈克公爵求见 他代表西兰王室 表示愿意为南海联盟 提供一笔用于战后重建的贷款 总共一百亿西兰币 不需要利息 二十年内还清就可以 李明辉愣了一下 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 这西兰币长啥样 便下意识地问道 换成银币是多少钱 那秘书也愣了一下 表情尴尬地说 联盟与帝国的直接贸易很少 一般都是通过金加伦港这个口岸 目前当地公认的汇率 是四加轮 约合五西兰币 锚定货物 主要是纺织用的棉花 和饲料用的豆子 禁运结束之后 虎州和鲍州一斤豆子的市价 差不多五西兰币 金加伦港的市价 平均在四加轮左右 主要是榨油和做饲料 虽然之前 由于金加伦港银行的西兰币 被大量借出抛售的缘故 导致西兰币在罗维尔州 乃至虎州和鲍州 一度变成了废纸 但帝国毕竟不是巨石城 不但人口众多 且吃苦耐劳 净义农奴的血汗 顺着永流和汇入虎州和鲍州 硬是将西兰币给抬回来了 不止如此 原来决定西兰币价值的 是奴隶和牲畜 这两样单一的出口商品 现在由于金加伦港的存在 导致帝国的进出口业务 一下子繁忙了起来 反而从最初的 压根没有外人感兴趣 变成了 有了相对稳定的汇率 用自己的秘书给的数据 李明辉掰着指头 大致算了一下 而他不算不要紧 一算整个人都惊了 八亿银币 如果这个汇率靠谱的话 相当于西兰帝国 每人借给南海联盟八银币 帝国这么富的吗 李明辉感觉 自己的手都在抖 他在安乐岛上挨箭 炮轰的时候都没这么抖过 站在办公桌旁边的斯文也猛了 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只是用眼睛瞪着李明辉 恨不得把这家伙桌子上的笔 抢过来替他把贷款协议给签了 八亿银币啊 南海联盟每个公民 平均能分到八百 事实上 根本不需要代表会的疯狂暗示 李明辉只是咽了一口唾沫 便盯着自己的秘书匆匆地问 他们怎么制服 不 我的意思是 他们什么时候把钱送来 秘书小声说道 尼哈克公爵没有说 不过 他现在就在北岛 您不打算见他一面 当面谈吗 李明辉迅速看向了斯文 后者温顺地就像一只吃饱了的海鸥 自觉地退到了办公室的门口 我没事了 祝您谈判顺利 尊敬的李明辉将军 希望您能从一场胜利 带我们走向另一场胜利 这家伙从来没有叫过自己一生将军 尤其是在这栋总统府里 看着已经退出门外的斯文 李明辉心中得意之余 也不禁骂骂咧咧了一句 这帮见钱眼开的家伙 说吧 他咳嗽了一声 看向自己的秘书 替我请尼哈克公爵共进晚餐 最高的标准 别把贵客给带满了 海牙行省的前线 战况一如既往的机灵 随着β0.7版本的更新 封测玩家上限提升到了十万人 以及大批新玩家的跑步入场 最近联盟又诞生了不少令楚光 眼前一亮的新人兵团 比如燃烧兵团的模仿者 地狱火兵团 作为联盟的第二支 由玩家组成的空降兵团 这支兵团的编制 已经达到了一千人的规模 不过和燃烧兵团不同的是 没有列装动力装甲的他们 更类似于轻型散兵 习惯使用W-EA无动力滑翔机 和一款由地晶科技出品的 空头摩托载具 虽然燃烧兵团的老兵们 总是调侃他们是鬼火少年 但这支兵团在北线的表现 还是挺不错的 隐隐杀到了T3水准 比起A侧阶段 就稳坐杂牌部队 扛把子地位的白银兵团 甚至有所超越 至少比起抽象兵团 这类整活为主的兵团要靠谱得多 除此之外 还有一支新的山地团脱颖而出 其名为攀登者兵团 海牙形省北京多丘陵 这支兵团的一千多名玩家 不但在大大小小数十次死亡中 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独特的战法 还配合黎明城工业区的NPC 开发了一套特殊的山地作战装备 包括一把钩锁枪 和带钩爪的短军靴等等 在不装备外骨骼的状态下 他们凭借着这些简单便宜的装备 甚至能够爆发出 不逊色于外骨骼士兵的战斗力 另外 热衷于传教的抢人索南和我想静静 成立了猛禽兵团 原本属于燃烧兵团 但从来不跟团的捡垃圾99级 终于从燃烧兵团退役 也正式加入了这支新成立的兵团 目前该兵团的实战表现 仍然是个问号 但未来可期 由于玩家们过于给力 楚光最近感觉 自己越来越像个NPC了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 往复活点一站 然后看着前线的玩家们 嗷嗷嗷地往前冲锋 炮弹不要钱地往前砸 北线的现状就是绞肉 战术上有操作空间 但战略上基本没有 从军团增援的十个万人队 再到学院的阿尔法特遣机动队 以及企业陆续送到前线的 雇佣兵和菜鸟都是如此 不过令人欢欣鼓舞的是 在联军的围攻之下 火炬教会的疲态已经日渐明显 或许用不了多久 就能够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了 海牙行省的面积 还不到1.5个蒙马州 这场战争能打这么久 属实是火炬教会太能折腾了 11月的第一个周末 楚光本打算给自己放半天假 去地球的互联网上取点精 看看别的运营商是怎么割韭菜的 联盟的外长成言 却是忽然一个视频电话打了过来 尊敬的管理者先生 虽然您可能已经注意到 但我还是得提醒您一下 帝国最近好像又在我们的周围 高小动作 楚光抬了一下眉毛 好奇地问道 哦 什么动作 成言措辞谨慎地继续说 他们给了南海联盟 100亿西兰币的无息贷款 并且只对资金用途 做了简单的要求 必须从西兰帝国本土的港口进口货物 除此之外 他们还以低于市场价50%的价格 弹成了一笔价值10亿西兰币的 钢铁水泥出口订单 楚光文言 愣住了好一会儿没说话 倒不是被帝国的大手笔给吓到了 主要是没看懂这又是什么骚操作 往常这种能把它给整不会了的情况 只发生在玩家们的身上 NPC能把它给整不会的情况 还是比较罕见的 上一次还是灰狼军突袭薯条港 他对着地图看了半天 也没想明白 帝国除了讨一顿打 还唠叨了啥 这次也是一样 他愣是没想明白 那个乌驼又要玩什么新花样 其实客观的来讲 债务作为经济的润滑剂 本身是没什么毛病的 毕竟本币外界能够刺激本土产品出口 而出口本又是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 在特定的情况之下 借钱给外人是比借钱给自己人更有用的 尤其是当本土市场货币供给量小于市场实际需求 也就是面临通缩问题的情况下 从小经济体主动进口少量通胀 也属于是一种机操了 尤其是南海联盟这种家底丰厚的经济体 然而问题是 婆罗行省本身还是农奴经济 不少幸存者按照群星的标准 都是处在牲口一当 很明显 这都不是通缩或者通胀的问题了 而是那根本就不存在经典意义上的市场 何必非要强行用市场的办法呢 如果一定要站在帝国王室的立场上考虑 楚光寻思着 可能加上一条 还款的时候用等值的地纳尔或者银币的补充条款 或者要求南海联盟 在卖东西给帝国的时候也必须收西兰币 倒也显得没那么滑稽 而哪怕抛开好处本身不谈 这番操作本身也充满了令人费解之处 之前联盟向巨石城借钱 巨石城之所以肯借 一方面是因为手上有枪 另一方面是双方之间互有投资 规模还不小 基本上把防老赖的buff给点满了 哪怕联盟从自身的利益考虑 也不太可能直接赖账 就像南海联盟不可能赖账不还联盟的钱一样 事实上 巨石城对锦川行省的各个农庄 也是采取类似的经济控制模式 包括里斯特很早以前 在锦川行省便投资有卡姆树种植园 只是内城贵族们太过贪婪和狂妄 堵桌上的筹码跌得太高 最后自己把自己给玩崩了 至于帝国 可能血确实要比巨石城厚得多 但除此之外的条件一个也不具备 至少在他这个外人看来是如此 楚光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 帝国到底在耍什么心眼 按理来说 慈善也不是这个做法 倒更像是有人在给巫驼出馊主意 不过有人白送钱 这对联盟的小弟来说 终归是件好事 毕竟南海联盟已经不是通胀了 而是本土货币直接崩盘 甚至连当局雇员发薪水用的 都是联盟的银币 这时候 有人愿意来南海联盟 买笔啤酒泡泡还不如的空气 当地人只要不是傻子都不会拒绝 楚光心中不禁感慨 这废土上除了学院之外 又多了一个他猜不透的家伙 联贡体和金家伦岗给了帝国一笔钱 但那的皇帝会这么用 确实是他没想到的 要不你问问加拉瓦工具 看能不能我们也借点 成言愣了一下 这不太好吧 他不是管经济的 但总觉得负债太高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又觉得西兰币好像没什么用 不过楚光和他却是不同的想法 只是鼓励地笑了笑说 有什么不好的 你就去问一问嘛 当然 别人实在不愿意那就算了 也不必强求他们 见楚光不是开玩笑 成言也只能哭笑不得地说道 行吧 通讯挂断之后 楚光本打算将这件事放在一边 但最终还是没忍住手痒 上大号去论坛上更新了一条公告 把这笔巨款的消息 透露给了南部海域的生活职业玩家们 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况且这块肉 南海联盟自己也未必吃得完 不如让在那活动的玩家们 帮当地人消化一下 比如 帮他们把花不完的西兰币 折个50%套现成银币什么的 虽然西兰币在其他地方没什么用 但对于活跃在金家伦港的生活职业玩家们来说 还是很有用的 第2207集 废土翁赖官网论坛 公告 西兰币国向南海联盟借款100亿西兰币 任何注册在南部海域各居居地的企业 或有在当地开展相关业务的企业都可申请 该款项可用于从西兰币国进口原材料 相关玩法请玩家自行探索 妾嫣激动地说 卧槽 暴龙战士说道 狗策划又发福利了 气死我了 为什么不发头盔啊 老子都预约一年了 雷电法王杨教授在后面回复 妈的 羡慕哭了 峡谷再掏岩鼠说 你又没头盔 羡慕个啥 就是没头盔才哭呀 等你们玩爽了 老子进去还玩个锤子呀 叶石发了个滑稽的表情 边缘划水发了个流汗的表情 一百亿西兰币 话说这乌驼是疯了吗 他们自己人都穷得下游流河游泳了 峡谷再掏岩鼠立马回复 那你的格局可就太小了 有财产权才能定义贫穷和富有 而牲口是不存在这个概念的 方长老兄也冒出来了 确实 不过我还是没想明白 他们这么做的意义在于什么 就算是知晓的货物多到放不下了 找个地方到了 也比这种拐个大弯的方式更立竿见影吧 何况他们也没有赋予到那个程度 WC真有蚊子发了个邪眼笑 你还是别试图弄懂废图三哥的逻辑了 不如分析一下有什么影响得了 这倒没什么好分析的 南海联盟只要不少 肯定会第一时间想办法 把这笔白捡来的西兰币 换成更保值的品种兑换 比如抛售西兰币 卖入银币 立好提供换汇业务的银行 毕竟可以趁机喝口汤 懂了 地经银行 这就开张 尾巴马上回复 超多页GPG 边缘滑水说 我去 好快 方长继续说道 除了银行业 短期可能会拉高婆罗行审 沿海地区的大宗商品价格 尤其是西兰币定价的商品 比如大豆 棉花 甘蔗 亚麻之类的 对金家轮岗的榨油 纺织 这趟等等初级制造业 可能是个利空 毕竟他们为了得到原料 支付更多的西兰币 而最终的负面效果 会反映在制造业的利润上 不过长远看来 会场不是一种利好 原料贵了利润下降 这个倒是很好理解 可是为什么长远 又是利好呢 因为这游戏大多数NPC 都和真人一样聪明 不是一般RPG州 那种呆头呆脑的木头人 表面上乌托给南部海域 开了个大鹅花呗 但实际上买单的 却是十三州的幸存者 如果是牛州 马州这些地方倒无所谓了 贵族们的利益和皇帝是一致的 就算不满也只能忍了 但是虎州 这些军队队内的藩阵就未必了 他们的仪仗已经不是黄泉 而是枪杆子 思思这时候补充 长此以往 地方势力会发行自己的货币 或者寻找其他更保值的等价交还凭 比如加仑或者是银币 对吗 聪明 戒烟发了个懵逼的表情 卧槽 我完全没懂啊 尾巴也跟着说 不愧是思 尾巴也没懂 思思又补了一句 放弃吧阿伟 实在不行你就理解成 我们尊敬的策划大大 又撒钱了好了 我会替你那份一起捡了的 肉山大嬷嬷在后面回复 可恶 感觉被压制了 嗷嗷芝麻胡笑了起来 峡谷在逃岩鼠又说 其实还有个影响 原材料上涨 会刺激帝国省份的贵族 加速兼并自由民的土地 以此扩大生产 妈呀 这他妈不符合逻辑啊 哪有拿着刀自己捅自己的 其实也没什么不合逻辑的 也许只是时候到了 百岳公司当然也是有一部分责任的 毕竟这原本会是一个温和且缓慢的过程 在不受外力干涉的情况下 需要十数代甚至数十代人去推动 然而 玩家的到来让这一切都插上了火箭 从金家伦岗的第一声枪响开始 打破了帝国陆军战无不胜的神话 再到薯条岗埋下的第一粒种子 长出了茁壮的根莖和花 所有的一切都在狂飙的路上停不下来了 借你们 想都别想 不对 应该用你们的话来讲 是门都没有 年贡体大厦 偶然在走廊上撞进了刚开完会的加拉瓦公爵 成岩面带笑容地走上前 与其寒暄了两句 随后便将楚光吩咐的事情合盘托出 虽然不是很想和这位公爵打交道 但出于对楚光本人的尊敬 他还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在办这件事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加拉瓦公爵非但是误会了他的热情 甚至喜出望外地摆出一副 你也有今天的表情 随后便一脸傲慢地回绝了 欣赏着成岩脸上吃瘪的表情 加拉瓦公爵的嘴角挂着得意的笑容 心中别提有多爽了 哟 这不是联盟的笨蛋外长吗 咋上帝国这要饭了 这低眉顺眼的样子可不像您呢 当然 如果真心诚意地跪下来求他的话 他倒也不是不能大发慈悲地考虑一下 反正印多少西兰币 也就是陛下上下嘴皮一碰的事情 看着这家伙小人得志的模样 成岩的眉头狠狠抽动了一下 但还是克制住了心中的脾气 这儿毕竟是公众场合 被狗咬了一口 总不能趴着咬回去 尊敬的管理者先生让他尽力而为 可没说让他把联盟的尊严丢了 帝国既然是这副态度的话 倒也不必强求了 好的 轻飘飘地扔下了这句话 他便绕开了一脸得意的加拉瓦 朝着走廊的另一头走去了 看着绕过自己走掉的成岩 加拉瓦顿时给整不会了 傲慢的表情一时间也凝固在了脸上 啥玩意儿 不在努努力吗 他又不是不戒 而且要是能当联盟的债主 对帝国来说倒也是一桩美事 登 他伸出手想喊一声等一下 却见人影已经消失在了走廊的那头 顿时又恼怒地把手收了回来 不知好歹的家伙 加拉瓦愤愤愤骂了一声 抖了一下袖口 从这个是非之地走掉了 看着转身离去的加拉瓦公爵 一众刚从会议室出来的使者们 交换了一下视线 忍不住言语起来 听到众人的议论 班诺特黑着脸没有说话 只想等那个加拉瓦公爵 走远一点 再从会议室里出去 人确实是他拉进来的没错 但他也没想到 这人能拉胯到这个份上 企业来的代表 瞅见班诺特满脸黑线的表情 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言语了一句 你的盟友 滚 班诺特回头瞪了企业的代表一眼 后者也不生气 哈哈哈哈笑着便走了 只留下班诺特一人在那咬牙切齿 对于粘供体的各方而言 发生在走廊上的摩擦只是一段小插曲 并没有影响接下来的会议进程 毕竟加拉瓦公爵的笑料并不差这一件 大家对于他的稳定发挥已经见怪不怪了 什么时候他哪天正常了 或者西兰帝国忽然幡然醒悟 换个正常的人过来 倒是值得琢磨一下 当天的工作结束之后 陈妍将消息报告给了楚光 而楚光在听过之后也没说什么 只是略微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可惜了 他们这次聪明了一回 联盟已经不是当初的联盟 如果再想用老办法薅羊毛 是有点难办了 想想也是啊 以联盟现在的体量放到一年前去 恐怕就算是愚蠢的西德老爷 想借钱给他们 也得掂量一下能不能要回来 这个羊毛 还是让南海联盟这个小号去薅好了 看着一脸感慨的楚光 陈妍表情微妙地轻轻咳嗽了一声 您可能误会了 也许那个加拉瓦并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歪打正着地躲开了您给他挖的坑 我可以肯定 他在当时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没有经过大脑的 被这个说法给逗乐了 楚光哈哈笑着说 千万别这么说 还有啊 永远别小瞧了你的对手 他们现在虽然走了一些弯路 但以后是说不准的 没准他们也能干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至少在我看来 废土上的幸存者们 都是有这样的潜力的 虽然毫不怀疑管理者先生说的话 但无奈的是 成岩和西兰帝国的人打了这么久的交道 愣是一丁点好印象都没有建立起来 只能轻叹一声说 也许吧 就在成岩向楚光汇报工作的同一时间 帝国的另一位公爵尼哈克 正在北岛最豪华的北岛大酒店喝得烂醉如泥 和北岛中宫一样 北岛大酒店同样是查拉斯的遗产 虽然内战还未结束 但那家伙已经在幻想制定战后秩序了 这座酒店便是为接待各大幸存者势力的来宾而准备的 一个月前 资产清查委员会对这一资产进行了拍卖 后来被注册在环形岛的一家旅游公司给买了下来 这才重新开张运营 在北岛最豪华的酒店 而且是南海联盟的战争英雄李明辉将军亲自作陪 尼哈克自然也是喝得毫不尽兴 不过这人一飘起来 他的嘴也跟着飘了 玉立将军的神勇 不再做几年总统实在是可惜了 这话把李明辉吓了一跳 连忙说道 咱喝酒归喝酒 这种话就别说了 借李明辉一脸紧张的表情 尼哈克公爵哈哈笑了笑说 我知道 都是因为联盟对不对 不说就不说吧 来 我敬你一杯 看着那双老谋深算的小眼珠子 李明辉在心中暗叹了一声 这家伙是怎么做到的 明明啥也不懂 却又能做出一副看破一切的模样 然后还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他的小把戏 不过 他倒也没有拆穿这位公爵先生 反而有苦难言地叹了一口气 顺着后者的意思说了两句 哎 我们和你们那儿情况不同 这里人都小心眼得很 而且一点不懂感激 用得上我的时候就喊我一声将军 眼瞅着查拉斯来了 就往我屁股后面一躲 等哪天用不上我了 又开始埋态我 恨不得把我和查拉斯一起埋土里 尼哈克公爵目光炯炯地看着李明辉 忽然开口说道 小林这样英明神武的将军 不能在战场上大展拳脚 反而处处受人制肘 实在是让人惋惜 不如这样 您来我西兰当司令如何 我可以向您保证 只要您肯来帝国 我陛下一定不会亏待您 您在这里指挥多少人 在我们那里可以翻个五倍 看着尼哈克总督 笔划的五根指头 李明辉差点没被唾沫给呛到 干咳了一声 匆匆说道 那倒也不必 不过你们要是感兴趣 我倒是可以介绍 你们几个海军的小伙子 给你们当个顾问 是不成问题的 他也就嘴上道道苦水 这家伙还真当他在南海联盟 有多受排挤了 开玩笑 他好歹也是战争英雄好吗 不出意外 他是能在海军司令的位置上 做到退休的 可没兴趣辞职去动物园 当什么舰长 不过他倒是不介意 从海军系统挑两个年轻小伙 过去发展一下 反正以后南部海域 也没什么仗要打了 倒是帝国那边 估计要打的仗还不少 而且等着帝国的海军训练出来了 总不能还开着银月弯 买来的破鱼船打架吧 到时候 顺便再卖他们几艘驱逐舰好了 反正那玩意儿 把雷达声纳火控 等等乱七八糟的系统一拆 就是个大号玩具 他倒也不担心会有什么麻烦 顺便还能帮南海联盟 待业的工程师们 解决一下就业问题 代表会那边也会高兴 尼哈克公爵文言果然大喜 这话当真 当然是真 不过代表会那边不好糊弄 我得把他们给伺候好了 他们才会松口 李明辉本来也是抱着适时的心态随口说了这么一句 却没想到 这随口说的一句话 却戳在了尼哈克总督的心坎上 藏不住脸上的欣喜 尼哈克公爵一拍大腿说 这是好说 我这便可以再向您提供一笔 一百亿新兰币贷款 今天能给军事顾问 明天岂不是就能买军舰了 你哈克激动得眼睛都要红了 一雪前耻的机会仿佛就在眼前 李明辉自然不知他在想什么 却没想到 这帝国这般豪爽 啪的一出手又是一百亿 错愕片刻后 他肃然起敬 端起酒杯 我代表南海联盟的居民 感谢你们的慷慨 将军不必客气 只是一点心意 尼哈克笑着摆了摆手 帝国不差这点钱 就当是交个朋友 看着那望乎所以上扬的嘴角 李明辉淡淡笑了笑 和这位公爵先生碰了下杯 接着很够意思地 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不差这点钱还行 那要饭的是自己咯 不过有一说一 这饭要的也不算寒碜 虽然这帮屌人说话 是真他妈的难听 但给钱的时候 是真的一点也不含糊 一开口就是一串零 看在这几亿银币 不 那一百亿西兰币的份上 他忽然觉得 这位公爵先生 倒也没那么讨厌了 九族饭饱之后 李明辉让自己的秘书开车 将尼哈克公爵送去了港口区 这位公爵似乎对联盟过敏 执意要住在帝国的船上 死活不肯在岸上的酒店下塌 至于李明辉自己 则是连屁股都没挪一下 直接叫来服务员收拾了桌子 然后便开始了下一场 一来是省事 二来是省钱 而他即将见的不是别人 正是蒙马州新当局的代表 名字叫维鲁 这小伙子年龄倒不大 只有二十出头的样子 脸上却有一股 这年龄少见的沉稳 而且那鼻挺的坐姿 一看就是受过训练的军人 老实说 虽然蒙马州当局 给南海联盟带来的利益 远比不上西兰给的这两百亿 但比起尼哈克公爵 那爆发酷的嘴脸 李明辉却反而更喜欢 眼前这个俊朗的小伙 看着主动给自己倒酒的维鲁 李明辉淡淡笑了笑 饶有兴趣地说 你不好奇 我刚才见过谁 维鲁恭敬地和李明辉 碰了一下杯 一饮而尽 将杯子放在桌上 不慎在意地说道 不用问都知道 肯定是尼哈克先生 李明辉笑着说 你是岳族人 你不恨他 维鲁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西宗平常地继续说 这没什么好恨的 我们与他们的矛盾 战场上分胜负就是了 这与我们之间的友谊无关 盯着他脸上的表情 看了一会儿 李明辉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小伙子 有骨气 说实话 还是你们那个拉西对我的脾气 我呀 一样是烦透了那些整天 在我耳边叨叨叨的家伙 仿佛那查拉斯 是被他们念经给念死的 说到这的时候 他捏着酒杯发了许久的呆 忽然又叹了口气 轻轻摇头说 但有时候老子又觉得 还真不能没了那帮家伙 您说的是 我们的领袖 其实心里是清楚的 那些人不是打仗的料 但是有些事情 少不了他们 所以一直将他们留在军中 您的酒杯空了 我再敬您一杯 维鲁恭敬地说着 拿起酒瓶想替李明辉买上 却被后者伸手推开了 李尚往来 看着表情意外的围鲁 李明辉冲着他笑了笑 给两人都倒上了一杯 随意干了之后继续说 你这人哪 比那尼哈克讨人喜欢 我就额外给你点提示好了 帝国不只是打算 卖我们水泥和钢铁 还打算从我们这儿 进口一些海军顾问 包括海军装备什么的 我感觉他们也挺感兴趣 维鲁脸色略微沉重 他倒不是忌惮帝国的海军 那东西又开不进塔桑河 顶多在蒙马城的边上晃悠一下 他们已经将临近岸边的一片区域 租给了银月湾的教徒 而那里又有不少人和联盟存在利益瓜葛 帝国就算想要轰炸港口 也是得掂量一下后果的 到时候还是得在陆地上分胜负 真正令他担忧的是另一件事 他们已经这么富有了吗 李明辉哈哈笑了笑说 我看未必打肿脸充胖子罢了 他们给的这些西兰币 也不是什么抢手的东西 我们想脱手都得费点力气 你是军人 我也是 我也就不绕圈子了 联盟那边银行给我们的价格 是一百西兰币换一银币 好处是他们能一次吃掉 坏处是价格便宜得太过分了 兼加伦港那边的银行 我们也联系过 其实也是联盟的人 和他们扶植的势力在经营 报价比联盟本土的银行 要好一点 但也只肯给到八十换一 而且只要五十亿 毕竟他们之前 才帮百岳公司 消化了一批西兰币 现在暂时饱和了 其实不只是帮百岳公司消化 还有帮当地的一些旧贵族 将西兰币换成加伦 这些都是他通过自己手下的秘书了解的 薯条港有不少往来金家伦港和百岳海峡的商人 在港口边上找个酒吧 往吧台边上一坐 或者直接问那的服务员都能知道 维鲁的瞳孔微微闪烁 敏锐地察觉到了 这位军人出身的总统先生 透露给自己的机会 您还剩多少 李明辉面带笑容地看着这个董事的小伙子 继续说道 我们已经转手给联盟那边的私人银行四十亿 金家伦港那边也出手了四十亿 扣去买建材消耗的还剩十亿 不过就在刚才 尼哈克又给我们送了一百亿 现在我们手上是一百一十亿西兰币 维鲁面露难色地说 这太多了 十亿倒还好 一百亿对我们来说也有些困难 我们也需要银币来重建 蒙马州当局是有一笔银币储备的 包括劳务派遣公司也是银币结算 一个月的利润能有一千万银币 维鲁很清楚李明辉总统的意思 他希望用西兰币结算一部分工钱 这样也算是将一部分西兰币变相抛售了 作为交换 蒙马州可以得到一个便宜的汇率 只要比联盟的私人银行给的一比一百 更优惠都是可以谈的 虽然相邻的州对蒙马州实施了禁运 但金家伦岗这个口岸 依旧能够将西兰币脱手的 只要帝国还存在一天 西兰币就是有价值的 至少比南海联盟的联邦币要坚挺得多 无法理解的话 将西兰币理解成 大豆券 棉花券 糖券 矿票就可以了 蒙马州当局倒也不用担心 换到一堆花不出去的废纸 甚至可以从中赚取一笔利差 然而唯一的问题是 西兰币能买到的一产资源 都不是蒙马州需要的 他们没有强大的军事后盾 根本没有时间 从坐衬山开始发展轻工业 甚至连倒卖大宗商品的时间都没有 不过就在这时 韦鲁猛然想到了什么 急切地问道 您能拿到西兰帝国的水泥和钢铁的优惠价 李明辉赞许地点了下头 是的 而且是军团帮他们生产的水泥和钢铁 质量上无可挑剔 价格却便宜得离谱 不过老实说 这东西太多了也占地方 他们的库存我们短时间根本消化不完 除非我们决定再建第十四座人造刀 我们需要水泥和钢铁 韦鲁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说 我们可以付银币给你们 你们付西兰币给帝国的工厂 然后将用不完的水泥和钢铁 在金扎伦港重新装船 然后运到我们那里就行了 可以转让的不只是货币 还有附赠在借款协议中的优惠条款 南海联盟什么也不需要出 只需要把帝国给他们的半价优惠券 转手塞给同样需要重建的蒙马州当局就行了 哪怕不赚任何差价也无所谓 当局机构本身也不是盈利机构 根本不用考虑赚钱 只要能将在南部海域没用的西兰币 迅速变现成能给南海联盟雇员发薪水的银币 就已经算是一件了不起的政绩了 看着这个灵活变通的小伙 李明辉的眼神愈发地赞许了 这小伙子悟性不错 看来动物园省也是能出两个人才的 那说好了 我们这边的银行直接按市场价的百分之五十 给你们提供基础设施建材 其实帝国给我们的优惠也是这个数字 你们闹了灾 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赚你的差价 当然 这项协议的前提是帝国给我们的优惠没有取消 代表会不会同意我拿南部海域幸存者的财产 补贴一个他们在地图上找不着的地方 这点也请贵方谅解 那真是太感谢了 韦鲁的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 迅速站起身来 双手端着酒杯恭敬地说 感谢您对蒙马州幸存者的慷慨 请允许我再敬您一杯 看着一饮而尽的韦鲁 李明辉笑着摆摆手说了声客气 随后自己也举杯干了 对于他而言 这一顿比上一顿喝得尽兴多了 同一时间 刚刚在港口区下车的尼哈克 正醉醺醺地坐别了送他一路的秘书 在自己的侍从的搀扶下回到了船上 路过甲板的时候 一阵凉风吹过了他的脖梗 令他不自觉打了个哆嗦 下意识警觉地私下看了一眼 周围是一片宁静的波涛 并没有人盯着他 更没有联盟的禁卫兵团伺机而动地埋伏着 意识到自己神经过敏了 尼哈克老脸不禁一红 但嘴里还是嘟囔着骂骂咧咧了一句 该死的联盟 另一边 送走尼哈克的秘书回到了北岛大酒店 正巧在楼下 见到了将蒙马州当局使者送走的总统 见自己的秘书回来之后 李明辉直接上了车 吩咐他开去总统府的同时 将自己和蒙马州当局达成协议仪式 也简单地交代了一下 合同你尽快拟定吧 细节上你找我的幕僚琢磨琢磨 看看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秘书认真地点了下头 但表情还有些迟疑 我们与蒙马州当局签订这样的合同 对帝国是否有些不太公平 公平 像是听到了什么很好笑的玩意儿 李明辉皮笑肉不笑地轻哼了一声 斯文的狗东西虽然屁话不少 但有一句话说得太对了 联盟什么都好 就是太仁慈了 对人讲文明是好的 但对动物也讲文明 太浪费了 即使在理想城 钱也不是万能的东西 结果一个奴隶主 才刚过上几天好日子 就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 看着车窗外飞尸的夜景 他慢条思理地说道 他们不是说了自己不差钱吗 那就让他们买个教训好了 说真的 尼哈克真该庆幸和他谈的是自己 而不是那个已经被南部海域居民们烧成灰了的查拉斯 如果是那家伙赢了内战 估计会当场把酒倒在尼哈克的脑袋上 将他狠狠地羞辱一番 再用剑炮把帝国的港口轰个稀烂 放火一路烧到他老家天宫去当面谈谈 这不差钱到底是怎么个不差法 就在李明辉撇了撇嘴 将帝国事物扔在一旁的时候 刚刚遭受了水灾的蒙马舟 又燃起了熊熊的烈火 熊熊的烈焰爬上了木质的屋檐 照亮了一张张茫然错愕的脸 那生腾的黑烟犹如无家可归的幽灵 琵琶作响地哭嚎在众人的沉默中分外显眼 这里是蒙马舟的西南角 一个叫石头村的小村庄 或者说曾经叫这个名字 住在这的大多都是帝国的自由民 不过帝国与废土上的其他地区是反过来的 这的自由民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由于沿河且肥沃的土地 大多掌握在贵族的手中 因此大多数自由民即使是有地可重 也过得相当的拮据 如果一般的农奴一星期要吃六顿红土 那么自由民可能就得吃七八顿 基本也就维持在半死不活的状态 当然能在聚居地或者聚居地边上 活下去的那些人除外 石头村也是一样 由于远离塔桑河 近处也没有什么小河或者湖泊 土地并不好中 大多数村民也就糊弄个温饱 这种像野草一样活着的家伙 实在榨不出来什么油水 帝国一般也懒得搭理他们 除了收税之外 平时都是任其自生自灭 当然 这份恩赐的宽容仅限于平时 从石头村再往南边走个五六里 就能看到马周的戒备 然而就是差了这五六里的命 让那把尖闭青野的火烧到了这里 石头村的门口 绵过半百的老人瘫坐在地上 仰望着那个人高马大的百夫长 哭得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大人 我们在这生活好些年了 您把这一把火烧了 我 我们住哪啊 那百夫长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冷冷地说道 隔壁就是马周 再往南是虎周 腿长你们身上 只要不往北走 你们爱去哪就去哪 老人苦苦哀求着说 可 可是没有地 我们怎么活 怎么活 百夫长喝得冷笑了一声 俯视着那个躺在地上的老东西 语气讥讽地说道 找个庄园把自己卖了不就行了 别他们哭哭啼啼的 你个老东西也一把年纪了 该入土了 见那老人愣愣地看着自己 那百夫长琢磨着 自己说这话确实不太讲究 于是稍稍缓和了语气说 行了 这里闹匪患 让你们走是为你们好 别他妈的不识好歹 我给你们时间收拾东西了 没事了就赶紧滚 匪患 可 可是那帮越族人也没管我们呢 眼瞅着那百夫长抬步就要走 那呆愣住的老人顿时齐了 一时间也是口不择言 却忘了眼前军爷的身份 更忘了越族人对于帝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百夫长文言果然停住了脚步 眯着眼睛上下打亮了这老头两眼 眼神略微不善起来 他们来过 不只是那百夫长眯着眼睛盯着老人 一旁的士兵也将手放在了开堂者步枪上 感受到了气氛的不对劲 那老人也是被吓着了 一时间结巴了起来 我 百夫长盯着他 为什么不给附近的前哨战报信 什么哨战 逗大的汉珠从老人的额前渗了出来 还没等他解释 那百夫长便朝着旁边的士兵挥了下手 带回去神 两士兵大步上前 一人一只肩膀捉住了那老头 不顾后者杀猪似的惨叫 想搬牲口似的往板车上扛去 村里的青年小伙想上去阻拦 却被那杀人的视线瞪得不敢往前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村里的长者被带走 类似的一幕不止发生在石头村 同样也发生在别的地方 甚至有过之无不及